第十八集 条件成熟就由自己接班 十六从毕业那天起就知道父亲这个打算 但是现在他却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于是半是撒娇半是玩笑地说道 老爸现在这样一个烂摊子 你想推给女儿自己躲清闲呀 我可没那么傻 还是您老人家扛着吧 我现在潇洒快活轻松自由 何苦自己给自己套上加班呢 当然现在我不能交给你 什么时候我把一切打理顺了 什么时候我才能放心地交班呀 就是嘛这才是我的好老爸呢 十六嬉皮笑脸地说道 看看快吃完了 于想要对十六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我感觉这次老大好像有些坐不稳钓鱼船了 以前他可从来不曾这样 不会吧 十六不以为然地说道 想起那天接送老大的情景 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常之处 以他所处的位置 什么事情摆不平 于想要轻轻轻轻摇头 你没听江大明前些天骂娘 看来这新来的书记是个厉害决策 他们都感到心里没有底了 一提起江大明 十六气就不逮一出来 樱桃楚楚可怜的模样 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他不由地恨恨地骂道 那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共产党里怎么能有这样的人 还能当上市长 该有个厉害角色 好好地整着整着他了 一下要用手点点他 你呀 孩子气 没有这样的人 咱做生意的挣谁的钱去啊 这十多年来 汤傲集团 不就是靠这样的人 才发展起来的 就拿俄罗斯来说 他们不搞灰色清官 咱们做外贸的 哪来那么大的利润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转型期 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中国外国 同一个道理 十六不屑地哼了一声 父亲说的道理 他当然明白 但对江大明 他却是既痛恨又厌恶 有一次在一个应酬场合 那家伙竟然想占十六的便宜 却不料偷柴火踩到了火仙上 欠了满脸的火星子 被十六当众给了一个肘弯子 痛得他是弯着腰 半天没有站起来 于香敖说 老大最担心的 并不在经济方面 而是怕陈可为 盯住白衣臣的案子不放 如果这方面站不住阵脚 就可能像大坝垮塌一样 拳起政坛上的狂逃巨浪 一旦真是那样 腾敖集团首当其冲 就要受牵连 所以得想办法帮他维持 争取渡过这个难关 老爸 我一直没想明白 白砖员的事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再说和咱公司有啥关系 十六忍不住问道 于香敖摇了摇头 显然不想给女儿答案 喝了几口酒 这才别有深意地说 老百姓说得好啊 一根绳上的蚂蚱 跑不掉你 也跑不掉他 没有老大 腾敖集团 哪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要说关系 这就是关系 十六四等非等的点头 老大来的第二天 他手下的人就打听清楚了 和记主任一同去见程可为的是 省经济观察报 驻宾州记者站的记者 兰孟英 只是他们没有弄清楚的是 这两个人夜访市委书记 究竟是为了什么设计 他正在沉思 只听于香敖又说 咱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 绑在他一个人身上 告诉虎头 凡事别做得太绝了 得留些掉头回车的余地 我正是这么吩咐的 不过那小子 现在跟信江的标的挺紧 对我有时候也不大买账了 十六恨恨地说道 不经意间 平安夜到了 宾州的普通百姓 对这个阳节日兴致不大 倒是金鱼湾港区外面 临海大厦的背后 那条被称为酒吧走廊的胡同里 热闹得很 灯红酒绿的人气挺足 早些年 这里只有三两家 卖大碗茶的简易棚杀 码头的工人搬运装卸之余 总会过来喝碗茶 落落汗 有时再吃上一些咸鱼烤饼子 天天肚子 随着港口对外航线逐渐增加 国外来的大小货轮航班越来越密 一搜搜从进港到装卸完毕 通常要停留十天半个月的 外轮上的海员耐不住寂寞 于是开始上岸寻找乐趣 一些很有金银头脑的人 便相中了这条窄巷 办起了一家家酒吧 咖啡屋和西餐厅 不需要两年 酒吧走廊就声明远播 听说远在莫斯科 都有人知道这条特色街道 于是陆续有一些俄罗斯风尘女子 结伴来这里讨生活 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晚上 不到三百米长的巷子里 宫灯高悬 火烛辉煌 笑语宣歌 丝如悠扬 像情人节 万圣节 感恩节 圣诞节这样的西方重要日子里 更是家家客满 生意兴隆 按照金鱼湾港 改扩建总体方案 市政府把这里规划为 俄罗斯风情一条街 新年后改造工程 就要全面实施了 城市经济落后 也直接影响当地的消费档次 在宾州 酒吧走廊 是唯一一处 购得上档次的休闲场所 所以喜欢时尚的年轻人 或者出售阔售的土大款 会不约而同把这里当成消磨时光的好去处 平安夜 那就更不用说了 早在一周之前 各个商家的包厢就被预定一空 姚一南选择了名气最大的海参威酒吧的 丁竹轩 在这条胡同里 海参威是开张比较早的 姚一南属于常客 老板和他很熟 一些彼此心照不宣的事 往往也不过问 他把小易带来了 这一月里 小易已经变得越来越依恋姚一南 不仅因为姚一南 不思辛苦 经常到家里嘘寒问暖 送东送西 对他和妈妈百般照顾 还因为这位姚叔叔自己掏腰包给他请家教 每次见面都过问他的学习 甚至亲自给他辅导 此外 在这个丫头心底 另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阳刚健壮 而又善解人意的姚叔叔 是个典型的帅哥 很符合女孩子心目中 白马王子的标准 虽说17岁的小易 尚处在不解春情的阶段 但每次想到姚叔叔 他都会从心底里感到一阵阵甜蜜 每次见到姚叔叔 都会感到心跳加速 脸颊发热 每次和姚叔叔告别 都会感到怅然若失 心神不宁 所以 当上次他去腾熬集团 和父亲通过电话 姚叔叔开车 送他回家的时候 说要带他去出来过平安夜 他兴奋得一连几天没有睡好觉 一直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父亲不在家 姥姥从山东农村过来 跟小易和妈妈作伴 有了姥姥 妈妈放心了许多 又恢复了职业班 昨天 医院派妈妈去北京学习 需要走一周 平时最不愿意妈妈离家的小易 这次却是一反常态 一再要妈妈放心出差 早晨上学出门的时候 他告诉姥姥 晚上要和同学在一起过平安夜 会晚些回来 一整天他都没有心思听课 放学铃声刚响 就飞一班奔出了校园 远远看到 姚叔叔的墨绿色斯巴鲁越野车 就停在那儿 兵竹轩是一间鹅尺包厢 关上包厢门 里面还有一道阁栅 阁栅外摆着一扇双人吧台 两边的墙壁上 挂着几幅半尺剑方的夕阳油画 造型别致的碧灯光线 柔和而迷蒙 小易是平生第一次 进到这种优雅浪漫的场合 好奇地四处张望 抬头看到 画上的美女各个近乎于半裸 不禁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 姚宇南暗动幻人林 叫来逝者点过餐 然后取出了一套少女装 递给了小易 过节了 叔叔给你选了一套衣服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小易惊喜地打开包装 里面是一件羊绒两件套 蝴蝶街真之衫 一条韩版皮扣 淑女毛泥靴裙 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 他不禁叫了起来 哇 太好了 看他兴奋的样子 姚宇南笑了 朝阁窄里示意 叫他进去换上 给叔叔看看 不大的功夫 小易出来了 兴奋中带着几分羞涩 咬着嘴唇 转着圈 叫姚叔叔欣赏 姚宇南一看 不由得连声叫好 这身衣服 好像是为小易 量身定做的 羊绒衫外套 是白地黑斑点纹 没有扭拌 只在下边 系着一朵淡黄色的蝴蝶结 里面则是粉红色高领暗红内衣 藕合色过西东裙 折出一圈的大业褶 终于还迎扣 记载了腰间 一个轻松少女 这样一装束 顿时成熟了许多 也有了一些女人的韵味 恍惚间 姚宇南几乎忘记 她还是个高中生 忽然 包厢的门被推开了 姚宇南刚要发脾气 这件闯进来的 竟是姜大明 她连忙换上了笑容 起身相迎 姜大明是满脸通红 显然没有少喝 部里姚宇南讨好的问候 盯住半垂着头的小义 骂道 你小子 真他妈厌服不浅呀 这锄儿好嫩 瞧大哥说哪儿去了 大哥要是有心思 小弟自会成全 姚宇南半针半甲 压低声音回答 又问她在哪个包厢 自己过去替她买单 姜大明说不必了 和几个朋友 在临海大厦吃过饭 过来喝些咖啡 看到斯巴鲁停在外面 这才过来打个招呼 悠着点啊 小子 说吧 姜大明走出了包厢 姚宇南和小义相对而作 她点的几样菜点 对小义来说都是新鲜的 所以她吃得很开心 姚宇南还要了一瓶 甜红葡萄酒 小义说自己从来没有沾过酒 想叫一听饮料 姚宇南不答应 说吃西餐不能不喝红酒 不然不够品味 小义现在对姚叔叔是言听计从 于是乖乖跟着她 噎起了酒来 两个人东拉西扯地聊着 小义向姚叔叔说着 学校里同学间的一些趣事 姚宇南不时插话硬喝 谈起考大学的事情 小义神情显得有些落寞 说自己在班级一直是中游水平 担心考不上好的大学 大国节呢 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姚宇南又给小义把酒添上 安慰她说 其实啊 考上考不上大学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份好工作 现在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 找不到工作的太多了 可是你看哈书记的公子 没上过大学 现在呢 却开着一家投资公司 过得疯狂着呢 我也听爸爸说过他 但人家有个好爸爸呀 别担心 能考上大学当然好 考不上 让你爸爸跟老板说说 到滕凹集团找个差事干 不也挺好吗 我看呀 如果你能去给石榴当个小跟班 比什么都强呢 姚宇南信口开河 小义却是当真了 石榴阿姨能要我吗 姚宇南意识自己的鼻子 到时候不是还有我吗 几杯酒下去 小义的脸色愈发红嫩 像两朵桃花落在腮上 她不想再喝 姚宇南却不肯放过她 举起酒瓶晃了晃 说只有这一点了 一定得把她喝光了 说着边倒酒边把话题 又拉到学校里 姚宇南问她 同学中早恋的多不多 小义说有一些偷偷摸摸 互相递条子的 但老是管得严 没有人敢公开处朋友的 那你呢 有没有男同学追求你呢 姚宇南故意问道 小义腼腆地垂下了脸 摇摇头 姚宇南起身 坐到了小义的一侧 伸出一只手 拢住了她的细腰 贴近她耳边 轻声问 那姚叔叔喜欢你 行不行 小义惊慌地抬头望着她 正和她那两只 热辣辣的毛子相对 女孩子忽然浑身一阵战力 似乎要倒下 姚宇南顺势把她搂在了怀里 用力稳住她那樱桃一般的小口 小义仿佛晕厥过去了 双目紧闭 一动不动任由姚宇南摆布 姚宇南把她的两只手 拢在胸前 像抱个孩子一样紧紧地搂着她 吻着她的嘴 鼻 耳阔 双眉 小义贪软地像面条一般毫无反应 直到姚宇南抱起她 往格栅里走 她才下意识地身影了一声 不 姚叔叔 隔栅里的空间不大 只摆着一张雕花双人床 姚宇南把小义平放下 借着壁上的灯光 细细地打亮着这朵 含苞欲放的鲜扒 自打第一次去贾家 她就看上了这个女孩子 只是那时候 还没有打算将她据为己有 后来她发现 这妞对自己颇有好感 每次见面时 那份亲热劲 总令她心里蠢蠢欲动 而分手之时 她表现出的恋恋不舍 又让她感觉到 鱼儿即将上钩的兴奋 本来 她是用不着那样 频繁地去她家里跑的 甚至有些事情 根本用不着她本人去办 但她却是这样做了 为的就是 彻底占有这个女孩子的芳心 有时候 她也骂自己混蛋 目的肮脏 手段卑鄙 做法残忍 对这样一个 不安人情世故的娃娃下手 未免缺德 但看到小易清纯天真的笑容 看到她那两只毛嘟嘟的大眼睛 尤其是嗅到 她身上那股少女特有的庆香时 她就无法自持 恨不得历史 把她拉进怀里 今天这个机会 是她早就计划好了的 看到小易穿上那身衣服 流露出来的感激和开心 她多少有些释怀 认为自己 对她和她那一家人 做得够意思了 让她暴答暴答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何况她对自己一直是心有好感 小易的脸颊热得烫人 那瓶葡道酒虽然度数不高 但对一个从不喝酒的小姑娘来说 也足以令其失去抵抗力了 不过 姚依南却不想靠强力达到目的 因为她看得出来 如果自己想要 小易绝不会拒绝 虽然会很难为情 但一个春星出山的少女 面对心仪已久的男人 理智往往是起不了作用的